有個女觀眾02年說想認識大佬 她就說 兒子晚上好打擾 我是02年的普通觀眾 2020年12月開始看你的影片 幾乎你所有的影片都看過了 多謝你在平台不斷教識我做運處事 教我們規避很多原生家庭帶來的問題 寫到這裡我已經知道你是一個大陸女人了 因為那些字眼是香港人是不會用的 曾經在你的影片說過 如果我們認識一些創一代的大佬 她很想攻略她不談感情 只是談錢和條件可以請教你的意見 好了這個女孩子 父母是廣東揭西客家人 八百年在深圳定居家裡三姊妹 一個弟弟我排第三 我對三姊妹感情都沒有不談 那你弟弟呢? 寫到這裡我已經覺得是典型客家人了 生三個 然後生到最後就開始說 生夠了 生到有兒子就生夠了 生三姊妹出來就是為了 有個叫做 大替 念替 上替 最後那個就叫耀宗 那你從小到大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附帶 從小到大 家在我政策當時 不是啊 我在政策當時香港出生 新聞長大 只是中學六年 在香港政府學校讀書 近年父母生意失敗負債 他們不敢跟我講句 很想幫他還 你叫你弟弟還 家裡的原因是想著做幾年再去讀副學士 現在中學畢業這個學歷真的存不到多少錢 2002年 中學畢業真是窄丟 知自己讀書不行又不聰明 選擇做勞金女才可以幫到家 錯了 這個就是我 你一直寫下去我很多東西都要糾正你 讀書不行又不聰明 怎麼做勞金女呢? 你知道勞金女很多都是一本畢業的 你在大陸應該聽得明白我說的 什麼叫一本?二一一那些 二幼幼 近期二家姐網上轉讓寵物 而認識到一個大佬 大佬背景浙江人 86年出生創一代白手興家 做政府工程具體詳細 什麼都未知父母都是浙江 大佬住深圳灣一號獨居 壓力大會吃煙 大佬都幾頻繁的開車 在深圳灣口岸回中港 自己要開車不是一個賣點 我想說 阿豬阿狗都是要自己開車的 大佬喜歡寵物 養了很多鸚鵡 狗 貴有個保母幫他每天照顧寵物 大佬自稱穆結婚 自稱比以前認識的女生 我還未加到大佬聯絡方式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為什麼你會沒有去的聯絡方式 那個你姐姐她不給她微信 你還是怎樣 還是她沒有通過你的朋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條件 上貌一般 順眼 溫柔 身邊的人對我評價 身材一般 未拍過拖延 現階段 年輕 不用想 那麼 閹割了這個想法 好嗎 你發了很多男人的照片 家裡的環境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在哪裡拿回來的 是不是你姐姐通過了 和她之間看到的朋友圈 再發給你還是怎樣 你還要這個男人去幫你還債 重點就是 你對這個男人的一無所知 你說去做政府工程 具體做什麼還不知道 新澤灣1號 是租還是買郵 不知道 她的車給我看的那些片 全部都是好流好流的東西 她只是一個獨居的男人 不代表是有什麼 就是可以幫到你拯救你那隻 處處都是漏洞的 我講不到有多少漏洞 你本身還要是相貌一般 如果你真的想走勾金這個男人 你最少一定要現在衝去讀書 幫自己度一下金 可能去英國 留個殼 遮遮遮都遮回來 要是幫自己度金 如果你那個向上 我野心這麼大 你今天其實是不會這樣的 你形容自己相貌一般 身材一般 我真的想到好少少的男人都不會認識到 你要是 你出淚拔水 大腦身邊玩得那些女人 可以課金課幾百萬一個月 那些全部都是很頂尖的 你不要理會她是否加工高科技 走出來是你在街路找不到的女人 就是要她們要的那種女人 是這一隻才會課金 不會跟那個相貌一般 身材一般 就因為單純你是02年出生 然後中學畢業 你有什麼賣點 還要你這樣聚熟一件事出來 我是覺得你 整個套裝都是很差很差 如果你是那種想破虎尋舟 等等的人 我告訴你這種男人 你是不會看得上眼 因為你對她一無所知 86年 聲稱自己沒有結婚 你結不結婚也無所謂 你打算撈錢 是吧 你連別人的所有背景 所有事情都一無所知 可能她負債累累 那你又說想認識她 是吧 已經不關她有沒有女人事 你打算是拿來撈錢的 這個男人 她有幾個女朋友 有個周身性病 其實也跟你無關 現在是你自己自身的問題 你自己那個條件 綜合條件太差太差 還要是家裡本身 又是那些扶帝摩的家 還男兄女 你們三姊妹出來 我告訴你這種家庭 你是作為女兒那邊 那個自我價值 配得感是很低的 所以你才會覺得 一個這樣的人已經叫做大佬了 這些不是叫大佬 這些不是叫大佬 還要自己開車 出出入入 養幾隻貓貓狗狗 這些不是叫大佬 如果你覺得這些男人 已經叫條件好 你不如找個女人算 你找個好像我這種女人 可能別人跌給你的更多 你還不用怕周身性病和人分 拉金女有很多要犧牲的 我在大陸認識那些 真是拉金女孩子 她們被人包養 被人玩的錢 她們要拿來治病的 周身病 性病 我講的 但是人家心甘命底 人家拉了一千幾百萬回來的 拉樓、車 不是普通的車 就是你 你那個犧牲是相當大的 現在的問題是 你連這些犧牲的資格都沒有 我也是說這條片 是給一些很昂負 類似你這些女孩子聽的 你連犧牲的資格都沒有 你是真的想走這條 叫做癡勁的路 做拉金女的 你最低限度 你也要走過去外國 讀過碩士 讀過那些水石 你知道我說什麼 然後做阿蓉 不只是做個樣子 還要做個身體 你是要扔很多錢 在自己身上 你看看真的 撈倒金的那些女人 是什麼樣子 你不用管別人的審美 別人是要這一隻的 紮得錢 去包養女人的那種男人 不斷地換女 或者很多人換女 她們的審美就是 你們現在看到網紅 尖口尖臉 那些全部高科技的樣子 和身材 就是要這一隻 是很融俗的 你想走這條路 你想走這條路 你就是要作錢 在自己身上 還未拍過拖 你連怎樣去給情緒價值 或者你怎樣去討好人 你怎樣老人 甜人都不懂 床記你都沒有 你怎樣撈金 要什麼沒什麼 現階段 年輕人這個不是一個賣點 我重新多一次 很多很臭 很傻 那些都很年輕 但就是這樣 還回顧你 還給人家方式 你要走這條路 你先把錢在自己身上 然後我答案 我多問一個問題 有女的觀眾問我 為何不可以選擇撩護部隊 是否因為NPD和沒有錢 關不了資 initialhao 大班沒有錢 還挺有機 program 你們的女生也肯 我講過這個故事給你聽 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所有機率部隊 尤其警察 是很照顧著 也很保護不了你 你個人利益層面來說是很蝕卓的 我很久之前認識一個警察 做老闆的 他結婚有兩個小朋友 老婆在家做家庭主婦 住九龍灣那些警察宿舍 有一次他帶女兒去樓下公園玩 他見到有另一個男人 去猥蝕另一個瘦女 就是勁摸她 然後摸她的性器官那些東西 然後這個警察是不敢說任何東西的 他說回這件事給我聽 其實是一種告誡 他為什麼不敢去阻止這個變態 或者去罵他 甚至乎報警呢 因為他說因為我是警察 我不想他惹那麼多事 我還要在這裡生活 我不會搬來這間宿舍 我的女兒還要來這個公園玩 可能日後還有機會見到他 如果我跟他發生過節 他會搞我的女兒 他會搞我老婆 他會搞我搞我搞我 我說那你說這件事給我聽做什麼 其實他是一種宣洩 其實他覺得是對不起那個小女兒 因為他見到目擊這件事 但是他不選擇做任何的行動 警察就是這樣 他不是我第一次聽的了 我見過很多男人做警察那些 全部私底下都是很暗笨 看到事情是不敢打架 不敢吵不敢 因為怕他沒有工作 他見到你被老強說真的 他也不會幫你的 他不想有事上身 你可能會說 今天報警其實也沒事了 但是你想想這些蝕俗灰蝕的事情 不會判什麼的 香港就算老強 性侵非禮 其實那個機率 他會往後消失在你的圈子 機會是很低很微的 香港對於這些風化案的過程 或者你怎麼作得他入 你有沒有證據 那怎樣的 他都知道他報警 或者去阻止這個男人 去威蝕那些女兒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沒有什麼作用的 你也不知道你搞什麼 但是他有一件很肯定的事情 就是我還要在這裡住 我還要在這裡有間宿舍的 我老婆子女還要經常來這裡 家裡玩的 就是來這個公園玩的 說我得罪了你 那你日後搞我的老婆子 就是他不斷地重複 我不可以被人搞 那類似他這樣的傾向 這些說話 在我人生是聽過很多次 很多不同的警察 或者是做紀錄部隊的人說的 那個女人被人欺負 被人性騷擾 那個女兒被人搞 他都不敢動手 因為他怕動手 然後就搞什麼事情出來 然後會沒有工作 沒有退休金 沒有那間宿舍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這樣 是你們才會怕警察 那些警察全部私底下都厲害 說什麼都不敢做 那老婆被人砌都不敢說 你嫁給這些人幹什麼 紀錄部隊是最沒有資格 是你作為一個人 那些基本底線沒有的 他們只是懂得叫雞 出去叫雞 搞些什麼 就是援交 幾個水 養就養得你 給不到好的生活 你有事出不了頭幫你 打架又不敢打 什麼都不敢做 你要這些男人做什麼 你選一個普普通通 找幾家的東西到處都是 人家起碼有自由 人家起碼要說 如果你被人性騷擾 或者有個男人搞救你 他可以 有勇氣站出來 去為你抵抗任何事情 那些人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他們那些暗春性格 是一種文化 他們平時大大聲 吹吹吹吹 就是一種宣洩 是嗎 門口狗 就是因為在做事 他就可以惡 可以拉人去便電站 砌勾人 連等一下回警局 拿回警局打也不等了 你問一下 其他警察怎麼看漆警 就覺得他們很笨 明明可以拉回警局打也不打 都要在便電站 立刻吃別人 立刻砌勾人 所以 沒有 這個 我覺得我要做的事 未來的路上我很多 我看見你們的女生 腦很濕濕 就像這個 廣西這個女生 自己02年拖也沒拍過 都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還有不要經常被人PUA 你剛剛出來做的女生 不要被人PUA 那些女上司 又說你什麼留長頭髮 什麼尼姑 上次跟我說 有個尼姑吊咬你 說你把長頭髮要剪掉 我以前上班打工的時候 就是二十多歲 什麼中數 一定是經常拍拖 有不同的男人 可能來接我下班 那些女上司 都看不過眼 說你這樣 那些客人信不得過你 怎麼會信不過 那些男人不斷瘋狂玩女人 不是從政 做這做佬 為什麼我可以不斷認識不同的男朋友 會有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們還是年輕 還是大把機會的時候 一定是不斷認識異性 不會是零的 你拍拖經驗 然後 看到一個類似你以為的大哥 其實只是一個獨居的男士 然後就流了口水 不斷幻想 別人幫到家裡還債 怎樣 又覺得自己鬧這麼累 他沒有勒金 被你鬧成問題 你們的經驗太淺了 就是完全一些 連同些普通男人 拍拖經驗都沒有 就是經常自我PUA 你又不肯紮錢在自己身上 其實 女人多或是你也要 比較好樣 外形是OK 你才會多些機會 你不要想去認識有沒有錢的 你帶前提 你起碼都要 起碼都要有些經驗 就是跟不同男人 或者是 起碼你出來 你所喜歡的男人 那些男人都是會OK你的 最少都是這樣 不要經常說廢話 我覺得你樣子壞的女生 或者是差條件的女生 很喜歡說話 好的男人也有女朋友 什麼什麼什麼 曬狗氣 講完廢話 我真的不想這樣說你們 有時候 如果你想學得更聰明 可以升級 你聽我說話 你去 大幅度地 跟不同的男人 來往交往 你令到自己 起碼是 長期在一個狀態 就是你是跟別人 拍拖的 不要刺死一個 我覺得香港女生 是很喜歡刺死一個男人 不斷扔的 我可以說我以前是怎樣 跟別人 交往 有些可能是幾個星期 有些可能是見 一兩次 三次 然後 還有些可能是維持半年 上和外面 我是這樣 年輕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 不會有一個 死掉的 拍拖 拍四年三年 我真的覺得 你這麼年輕 你不是應該是 周圍認識不同的人 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摺蜜 拖手 你喜歡做任何男女朋友 做都可以的 但你沒理由是 刺死一個 我不明白你們的心態 是沒有機會 還是怎樣 沒有機會 你自己去升級一下自己的外型 所有的事情 增加自己的適宜性的機會 不要經常動 又說結婚又錄 關什麼事 大把男人在這個市場流通 你不要去虐死一個人 你想想這個女人是搞笑到 你連別人的朋友的請求 別人都沒有承認你 然後你已經想著去認識別人 去拉人錢 然後去叫別人幫你家裡還錢 這個就是你太無知 就是你什麼實打實的 全部在你的腦裏預演出來的東西 你對這個男人是一無所知 你男人可能你看都沒見過 樣子都沒認識過 自己都沒聊過 微信朋友圈都沒嫁 什麼差都沒有 什麼差都沒發生 你居然在腦裏預演這麼多東西出來 你根本不用跟我說 我就知道你完全沒有拍拖 是沒有拍拖的女生 才會有這麼多這些FF 在腦裏進行的 總之我勸你們 無論你是什麼女生 大陸也好 大陸來香港那些也好 你們是香港女生也好 就是 大幅度去認識不同的人 還有不要經常 就是 這麼多藉口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機會 完完全全是因為你條件不足 其實根據這個故事 我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就是一個大陸的家庭 然後這個女生又如何扶地摸 不斷摸女生出來 然後摸到有兒子 哎呀捧弟弟捧弟弟 七星半月 這些我都看到很多 大陸下來的家庭 是最多最多最多這一隻的 正常男人看到這些配置 是會玩劇酒的 你也不要說這個男人 有沒有什麼錢 正常人看到是會避 因為他會知道 娶了你回來 或者和你一起 基本上一定要幫你家 大幅度去幫你家 一個生意的負債的家庭 就是你還要是不漂亮 樣子一般 身材又不好 然後學歷又低中學畢業 現在你告訴別人 只有中學畢業 和以前你爸媽那些年代 或者小學還沒畢業差不多 我說得一點都不為過 現在這個年代 怎麼會中學畢業的 你中學畢業 就是自己學歷很低 是學歷很低 大學基本的一個級別 你們叫本科的基本配置 怎麼選擇大哥 你連你自己生存也生存不到 不要以為那些勞金女傻 才可以 很多都是一般大學畢業的 他們自己本身的樣子 所有能力 身材 提供情緒價值的能力 都很強 還要年輕 你哪有教人練 什麼都沒有 人家就算了 不和大哥一起 自己都可以闖一片天的那種女生 只不過他們知道 發現到在一些男人身上 能夠拿到的價值更加大 他會花時間去做一些的 這些功夫 然後得到他們要的東西 包括錢 樓 車 或者之後創業的資本 人物 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遠和硬的東西都會得到 所以 我要講都講完了 我已經就著來講 你要我講得再直白一點都還可以 但我已經講到白 等下面留言的觀眾再告訴你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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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喔 沒有 有 好嗎 06